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的白银男子正在提款 这个时候后面悄悄上来了两名男子 站在取款人后面一公尺左右的距离 看得出来白银男子有所警觉 不过一看后面的人站得不是很近 就继续自己的取款操作 但是就在取款人取出现金退卡的时候 突然有人从左边拉了取款人一下 示意他有钱掉到了地上 也就在取款人回头去看的一瞬间 大家注意看右边的男子迅速将一张卡塞进了取款处 等这个取款人回过头 看到那张卡就以为是自己的金融卡已经吐出来了 于是急急忙忙拿了就走 但是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金融卡其实还处于继续交易的选择项目里 随后两名歹徒修改了密码 在另外一家银行取出了账户里头的钱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段画面 大白天的歹徒依旧能作案 用的也是同样手法 不过这一次受害人是一名女士 就在这个女士取款的时候 后面的人提醒他钱掉了 这名女士转身将钱捡起来 还向这个歹徒表示感谢 但是他却不知道金融卡已经被别人掉了包 就在女士转身离开 另一名歹徒赶紧凑进提款机 把卡里的钱通通领走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